14号请上台 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家乡阿什勒艾所流传的故事 迪布斯和古木德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迪布斯怀孕了什么都吃不下 让古木德很心疼 迪布斯说古木德你曾带回一种果子 酸酸的有黄色外皮 一半一半像月牙形状 我想是那个 古木德说 那是达瑞史在回来的 是在哪里采的呢 我立刻到山里寻找 很快就回来 担心的迪布斯等了一个晚上 古木德都没有回来 布洛里的青年们上山寻找 但是变形不着 只带回一种黄沉沉 山中带田听说叫阿西勒的果子 迪布斯很伤心 古木德只是迪布斯 他一定会回来的 往后的每一天 不过花香味 不过花香味闻起来好舒服 不过花香味闻起来好舒服 迪布斯 迪布斯很惊讶 马亚 你偷偷上山摘阿西勒吗 我没有 茅草无碍的那两棵树 就是阿西勒树 迪布斯不敢相信的 奔向阿西勒树 黄沉沉的阿西勒 结满这棵树 迪布斯不说也要心果伴 放进嘴里 缓缓地流下眼泪 他知道这是古木德 带回来的阿西勒 守护他最爱的妻儿 是充满思念与爱的希望 故事里的古木德 虽然离开了 仍然用不同的方式 传达他对家人的爱 就像我的家人 总是用实际行动 传递关怀与温暖 我要好好珍惜 家人间的相处时光 勇敢表达对家人的爱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时间三分二十一秒